掀起紅布 升告全新電影 《我最愛的笨男人》正式開鏡 藝人范逸臣 劉翼兒 金鐘世帝 姚成耀等人 主要演員一字排開 還包含旅美棒球好手郭洪志 因為第一次拍電影 所以劇本還沒有備好 所以也沒辦法劇透 所以在裡面就是 飾演一個比較無的人 就是會打架會幹嘛的 對 就跟個性蠻像的 郭洪志從投手抽轉戰大一幕 飾演黑道 跟隨電工范逸臣 還有姚成耀是好兄弟 三人演出兄弟之間的意氣 卻還有黑吃黑 如何生存等等 各種人性故事 郭洪志直呼背台詞真的好難 但范逸臣反而大讚 表演體格都很棒 我覺得他就是新一代的動作巨星 在我眼中 表演也很棒 第一次跟郭哥拍的時候 第一次拍戲他真的嚇到我 因為我覺得他講話 就非常有那個規格 導演也說片中 將呈現節奏與速度感 爆破跟槍戰場面都會出現 但在這之前 同樣因為擅長運動 參加實境節目 在翻紅的張庭湖 也有台味滿滿的電影作品 主演青春校園騙你在我心上 習慣說台語的張庭湖 跟擔任國語推行員幹部的袁子雲 本來互看不順眼 班長 你以後可以不要講那些雙八八的台語嗎 你可以用台語叫我的名字 速婚 兩人逐漸認識彼此 產生曖昧情愫 卻因為畢業後走往不同方向 不斷相遇又錯過 觀眾期待 新系初戀的彼此會怎麼發展 兩部片不約而同 讓粉絲看到偶像的各種面向